新冠疫情还在持续当中 我们带您来到海外的国际佛光会 迈阿密协会日前是再度捐出了 24000个口罩给佛罗里达州的市府单位 要转送给学子陪伴他们对抗疫情 亲自把24000个口罩送到佛罗里达州 四个市政府关怀深深学子 国际华会迈阿密协会督导赵广龙 会长梅涵征 还有辅导法师妙涵法师一行八人 在当地学校董事牵线下 带着佛光人的爱心走出去 我们感谢你的祝福 和你的支持给我们的城市 只要知道你一直在我们的家里 你会帮助我们每次需要你 你们像我们的家人 都会在我们的生命之间 庄严犯败在帕货及市府响起 听到市府人员因为当地检察官 恨起了网声 沉浸在悲伤氛围当中 佛光人也主动送金回向 希望市者安息 生者坚强 展现人间佛教慈悲为怀 同体共生精神 另外是美国迈阿密 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